美军驱逐舰葛瑞夫里号以及卡尼号发射战斧巡弋飞弹 同步还有F-18战机从美军航舰艾森豪号上起飞 美军又对夜门湖赛组织出手了 为了帮三名在约旦丧命的美军做出报复回应 美军在夜门当地时间2月3号深夜约11点半开始 对夜门控制了36个巨电发动空袭 以F-18战机和飞弹同步攻击 它还有20mm砍射战 它可以控制所有各种各种武器 包括雷射管弹砲 J-SOL和J-DAM 同时还有英国空军台风战机也出动 英国首相苏纳克强调是所谓精准打击 从2月3号晚间一直到2月4号凌晨4点和5点半 多国联军三波空袭不间断 打击胡塞组织多个地下储存设施 还有无人机发射地 这让胡塞军方气得誓言以牙还牙 夜门当地又掀起大规模抗议 直接示威者拿着长枷发动挺加萨反英美游行 同一天胡塞军方还加码公布 以美国和以色列为假想敌的演习 只见无人机队起飞空头炸弹 胡塞就是要和美军硬碰硬 美国这边也放话 一切都是刚开始而已 事实上美军的报复不止如此 前一天就出动了B1轰炸机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 发动攻击 同时袭击两个国家境内的伊朗势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统计 这一次共使用超过125枚精准导引炸弹 瞄准超过85个目标 在美国这番行动过后 民宅被炸出大洞至少16人丧命 至于让伊拉克当地再先反美示威 拿着丧命的失业派成员一照上街 伊拉克民众要美国滚出中东 一连三天 美军为首在中东伊拉克叙利亚 叶门动作不断 其实都是剑制伊朗 伊朗提供无人机等武器 给暗中扶持的民兵 全部都与美国为敌 拜登要有限度的回应 但是国内的共和党却不满 为什么拜登不指导黄龙 共和党要求加大对伊朗经济 以及各项制裁 断了伊朗原油出口 美国共和党籍的政院议长强声就直批拜登对伊朗太过姑息 要求拜登和伊朗正面对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